台风呢 虽然是已经远离台湾了 但是它的外围环流还是持续影响着台湾 南部地区的风势还是非常的强劲 高雄的骑津区算是已经退潮了 但是呢 风势还是不容小觑 目前最近的状况如何 林先生的记者 蔡孟军 那我们现在记者所在位置呢 就在高雄市的骑津区 我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呢 现在在这个露营区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风势是非常的强劲 甚至路数都已经被吹得东倒西歪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路面上呢 也几乎都有这个积水的情况来发生 那可以看到这个积水呢 是非常的不容易来吸走的 那在这个道路的前方呢 还有一处的帐篷 这个帐篷呢 原本是这个游客非常多 会来经过的这个道路 但是呢 现在也被吹到只剩下骨架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帆布还因此被吹破了 这边呢 原本都是假日期间 非常游客来这边游玩的 但是今天呢 因为台风的影响 所以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露营区呢 是不是都被吹到的非常的乱七八糟 那根据了解呢 今天呢 虽然台风已经逐渐了远离台湾 但是呢 外围环流呢 还是不断的来持续 荒扫南台湾地区的 一直因此呢 不少的南台湾地区 还是会有一些灾情的情况发生 那根据了解呢 今天一整天在高雄 会有着十级的阵风 因此呢 这个能见度也不是太好 所以呼吁民众呢 没事千万不要来出门 也要在家里面做好防台的准备 那以上是介绍我们最近的状况 将时间尽头召唤彭美主播 哈喽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